凌晨时分,一辆白色福特F250缓缓驶入拉斯维加斯长角赌场酒店 清控摄像头捕捉到22岁的莱斯利佩利科与家庭朋友埃里克进入赌场的画面 谁能料到,这竟是莱斯利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数小时后,同一摄像头记录下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两名男子将一具裹在床单里的尸体拖出房屋,塞进卡车后备箱 这个看似平常的夜晚,究竟发生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 莱斯利佩利科是内华达卓拉斯维加斯一位聪慧美丽的22岁女子 作为五姐妹中的老二,她善良有礼,总能给周围的人带来欢笑 对莱斯利而言,家人就是她的全部,她越来烹饪,喜欢照顾家人 她最大的梦想是攒够钱买一栋大房子,让全家人住在一起 这个看似简单的愿望,却成为她永远无法实现的遗憾 2020年,莱斯利正在为成为一名采写技师而努力学习 她在拉斯维加斯学院上课,同时担任实验室助理 她的指导老师回忆说,莱斯利起初有些腼腆 但很快就展现出无可阻挡的热情和残能 她工作出色,热爱自己的职业 然而莱斯利心中还有其他梦想 就在悲剧发生的前一天,她兴奋地告诉姐姐卡丽 她想改变人生轨迹,成为一名犯罪现场调查员 命运无情地嘲弄了她的梦想 这个渴望探索真相的年轻生命 最终成为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犯罪案件的受害者 疫情期间,莱斯利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责任感 当母亲失业时,她挺身而出 帮助创办了一家清洁公司 她还热爱健身,疫情期间发挥创意 开始和家人在会员锻炼 这些时刻成为了她们珍贵的回忆 她的姐姐卡丽提到 莱斯利还梦想有朝一日能和她一起开一家服装店 莱斯利有着光明的未来和无数值得活下去的理由 这让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更加烈圆心碎 2020年8月28日星期六 莱斯利完成了实验室助理项目 想出去庆祝一下 拉斯维加斯的一些场所已经开始重新营业 她觉得这是放松的好机会 她联系了几个朋友,但都没人有空 就在这时,一个名叫埃里克兰格尔伊贝拉的人给她发了短信 询问她是否想一起出去 埃里克对莱斯利来说并不默旋 两家人相识超过15年 埃里克的母亲甚至是莱斯利的教母 然而尽管家庭关系密切,莱斯利和埃里克并不是最好的朋友 他们年龄相访,因为家庭的原因有时会一起出去玩 但并没有太多共同之处 莱斯利的姐妹们提到 埃里克一直对她表现出烂漫的兴趣 但莱斯利并不回应这种感觉 她经常给她发短信 试图引起她的注意并发展更进一步的关系 但莱斯利只把她当作朋友 所以当埃里克那天晚上约她出去时,莱斯利并没有多想 也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 出于责任心,她告诉了姐姐卡丽自己要去哪里 和谁一起去 但在离开之前,她提到的一件奇怪的事 埃里克那晚不打算喝酒 这本身听起来并不奇怪 但考虑到是她邀请她出去喝酒 而她自己却想保持清醒 这似乎有些可疑 埃里克和莱斯利去的第一个地方 是长角赌场酒店 监控录像显示 他们在凌晨12点31分乘坐埃里克的白色斧特F250到达 他们下车后一起走进了赌场 开始了他们的夜晚 他们在那里待了一个多小时 凌晨1点56分 有人看到他们离开赌场 继续他们的夜晚 最初的几个小时 一切似乎都很正常 莱斯利一直向姐姐更新他们的行踪 但在凌晨4点40分左右 莱斯利给卡丽发了一条令人担忧的短信 表示她需要和卡丽谈谈一些事情 这成为了卡丽收到的最后一条信息 卡丽不停地给莱斯利发短信 询问发生了什么 但俗漏的消息都石沉大海 看起来莱斯利似乎在打字 然后突然就停了 一个小时都没有恢复 卡丽试着给她打电话 但电话已关机 这种情况非常反常 因为莱斯利总是保持手机开机 随时保持联系 莱斯利那天早上没有回家 她的家人开始非常担心 起初他们以为她可能喝了太多 决定在某个地方睡一觉 打算晚点回家 但随时时间的流逝 仍然没有莱斯利的任何消息 但又不断嫁去 到了下午早些时候 帕洛家族的几个成员 决定去埃里克家 希望能再来找到莱斯利 但当他们到达时 立刻感觉到了不对劲 他们看到埃里克的母亲和姐姐 正从房子里搬出家去 这本身可能看起来不太奇怪 但这让帕洛家族感到非常不安 他们走进埃里克的家人 询问莱斯利是否在哪里 或者她是否去过哪里 伊贝洛家族声称他们没有见过她 还装作他们甚至不知道 莱斯利和埃里克前一天晚上出去了 就立即给帕洛一家敲响了警钟 他们开始采取行动 莱斯利的姐姐卡丽 开始给当地医院打电话 想着也许发生了意外 莱斯利受伤了 但这是一条死胡同 他们试着给埃里克打电话 但她的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 套洛家族陷入了恐慌 拼命地寻找想知道莱斯利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也就是8月30日 他们去警察局报案说莱斯利失踪了 起初警方认为莱斯利可能只是自己决定离开小镇 但她的姐妹们坚称这是不可能的 莱斯利那年即将毕业 而且她两天前才和母亲一起创业 她突然这样离开是没有道理的 莱斯利也已负责任出城 她外出时会给父母发短信 她绝不会不告诉家人就突然消失 随着警方开始调查 莱斯利的家人和朋友开始制作海报 并在附近和社交媒体上分享 希望有人能提供她可能在哪里的信息 然后在8月31日 伊贝拉家族带着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去了警察局 原来不仅安里克失踪了 她的父亲何塞兰格尔也失踪了 埃里克的母亲告诉警方 埃里克在28日晚出去喝酒 29日早上回来事情会非常奇怪 她看到他离开家 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警方觉得安里克失踪很可疑 但她父亲也不见了 这让情况变得更加匪夷所思 为了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拉斯维加斯警方开始在附近巡逻 失望有人有监控摄像头 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街对面伊贝拉家正对着的房子 有安全摄像头直接对着他们的房子 那些摄像头拍摄到的内容 真的令人毛骨悚然 与此同时 邻居们开始注意到伊贝拉家族的异常行为 一位邻居提到 这个五口之家已经将近一周没有人影了 他看到有人来买这个家庭的东西 而帕拉西奥的一个朋友在9月1日在那所房子里拍了一些照片 这位不愿透露性命的邻居说 周末半夜警察来到家里搜查 他说六天都没看到任何人 警察和所有的一切 但他觉得他们已经搬走了 情况看起来越来越不妙 帕利索家族现在更加确信他们所谓的家庭朋友在隐瞒什么 但当时他们仍然不知道事情有多糟糕 就在这个时候 莱斯利的电话机录出来了 调查人员能够轻松追踪他在那个夜晚的行动 他们了解到离开长角独藏酒店后 他和埃里克去了普特酒吧烧烤店 大约在凌晨2点15分到达 之后 他的手机定位显示 他在波旁街酒吧烧烤店 他一直待到大约早上5点50分 然后他和埃里克回家 邻居的监控摄像头捕捉到埃里克的卡车 几分钟后到达他家 埃里克被看到帮助显然喝醉了的莱斯利 从车里走到他家 然后可怕的是 摄像头记录到这两个男人 拖着似乎是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 或者是一个失去意识的人走出房子 后来证实这是莱斯利的尸体 用床单包裹着 他们把他放进卡车后面 然后埃里克开车离开 他的夫妻随后被看到在倾斜车道 可能是试图销毁证据 检察官说 8月29日早上的视频显示 25岁的埃里克兰格尔阿巴拉 帮助22岁的莱斯利帕利西奥 或者从他的卡车下来走进房子 一个小时后 同一台摄像机捕捉到 兰格尔阿巴拉和另一名男子 检察官认为 是他46岁的父亲 何塞兰格尔 正将一具毫无生气的尸体 从房子里拖到同一辆卡车上 卡车离开后 兰格尔用水管冲洗人心道 有了这个新证据 失踪人员案件 现在变成了一起凶杀案调查 凶杀案侦探接管了这个案件 他们获得了对伊贝拉家的搜查令 在里面 他们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表明 莱斯利是在房子里失去生命的 很明显 有人曾试图大规模清理这个地方 到处都是清洁用品 地上到处都是乳胶手套和几个垃圾袋 但最大的证据是在埃里克的房间里发现的 这些房子里的犯罪现场照片显示 床被曝光 有血迹 但调查人员表示 他们尚未确定这是谁的性 调查人员还对房子里的手套和清洁用品进行了拍照 这些零散的线索如同一把把利刃 不断刺痛着所有人的性 这个新的进展如同一记重锤 狠狠地击碎了莱斯利家人最后的希望 他们无法理解埃里克为什么会伤害莱斯利 更无法接受他们对这个家庭的判断 既如此错误 这个曾被视为家庭朋友的人 如今却成为了最可怕的恶魔 对埃里克和他父亲的追捕如火如荼地展开 同时 寻找莱斯利尸体的努力 也在锦罗密鼓地进行 警方通过埃里克的电话记录 推送到他在案发当天早上的活动轨迹 调查显示 埃里克在带走莱斯利的遗体后 曾在火谷轴立公园附近联系了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后来向警方证实 埃里克确实在那天早上打来电话 急切地请求帮忙购买戏友 埃里克声称不想被监控摄像头拍到 因此需要朋友代为购买 当朋友追问原因时 埃里克反复说他杀了一个人 尸体就在他卡车后面 这一惊人的公诉为 案件调查提供的关键线索 根据这些新发现 调查人员迅速锁定了搜索范围 2020年9月9日 也就是莱斯利失踪一周多后 最坏的猜测得到了证实 莱斯利帕利西奥的遗体 在拉索维加斯北部的湖谷被发现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彻底击碎了他家人最后一次希望 莱斯利被发现时 只穿着部分衣物 躺在一个大棺木丛后 埃里克甚至没有尝试掩埋他 这种行为显示出他对受害者的极度蔑视 可能源于莱斯利拒绝了他的追求 沙漠的高温加速了尸体的分解 以至于法医无法确定确切的死因 尽管如此 这个发现仍然让莱斯利的家人彻底崩溃 心如刀割 第二天 9月10日 一场烛光守夜活动在莱斯利家门外举行 以纪念这个年轻生命的逝去 朋友 家人 和社区成员 齐俊一趟 回忆莱斯利的美好品质 人们将浪数排列成莱斯利的名字 场面令人动容 参与者纷纷表示 希望能尽快将凶手绳之以法 为莱斯利讨回公道 莱斯利的家人和朋友 还在长角赌场酒店组织了游行 呼吁释回关注此案 他们表示 整个家庭都处于恐惧之中 因为凶手仍然逍遥法外 不知是否还会再次作案 这种担忧和不安笼罩着整个社区 对埃里克和和赛的追捕持续了数周 调查人员和帕克家族 恳请公众提供任何可能的线索 终于 案件出现了重大突破 埃里克的卡车 在加利福尼亚州巴黎的一个汽车站 被发现 进一步调查显示 埃里克和和赛 曾在莫雷诺谷的一些亲戚家站住 并寻求帮助偷渡到墨西哥 然而直到2021年1月19日 也就是莱斯利的遗体被发现4个月后 案件才出现新的进展 埃里克的父亲 和赛在美墨边境自首 圣地亚哥边境巡逻队 根据有效逮捕令 拘留了46岁的和赛兰格尔 和赛于1月31日 在克拉克嫌疑窝藏 隐瞒 协助重罪和销毁证据的罪名 被正式逮捕 在随后的审讯中 和赛试图淡化自己在 莱斯利死亡事件中的参与程度 他声称 案发当天早上 他正在车库里 突然看到儿子埃里克 泼着裹在床单里的莱斯利尸体 和赛称他当时以为 莱斯利是因吸毒过量而死 于是决定帮助埃里克处理尸体 以免被其他家人发现 他还表示 当埃里克开始表现异常 并威胁自杀时 他决定陪同儿子一起逃往墨西哥 警方文件显示 和赛最初告诉调查人员 埃里克声称 他第西奥是因吸毒过量而死 他描述自己第一次看到尸体 是在安里克将其从楼梯上脱下来的时候 两桌后 帕路的遗体在湖布附近的路边被发现 藏在灌木丛后 何赛坚称不知道安里克的下落 审称他们在越过边境后 就焚到扬镳了 2021年6月 何赛承认了销毁证据和作为谋杀案重犯的罪名 这法庭上 莱斯利的家人发表了情感激烈的陈述 他们表示 坦能这个案件对他们来说异常困难 看到何赛试图道歉并请求原谅 而他们深知 这并非出自证刑 这让他们感到极度愤怒 他们表示永远不会忘记来斯利 也不会放弃追究凶手的责任 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将埃里克兰格尔绳制依法 这是他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也是他们寻求正义的关键 尽管何赛的罪行性质严重 但法院最终只判处他两年监禁 这个判决结果 让莱斯利的家人感到无比失望 他们向何赛表示 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的行为 给他们和整个家族带来的 不莫巨大的伤害 这是对邪术掩盖22岁莱斯利帕利西奥 惨遭杀害一案的男子的判决 结果却如此令人心碎 更令人愤怒的是 何赛因表现良好 仅仅在金玉服刑月超过8个月就被释放 这对帕洛家族来说 无异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但他们仍然抱有希望 期待到埃里克最终被捕时 能够得到真正的正义 莱斯利的家人表示 他们迫切需要抓获主犯埃里克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拉斯维加斯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 与墨西哥当局密切合作 试图找到埃里克的下落 然而安里克似乎总能理先 执法部没一步 随着时间推移 搜捕工作陷入了僵局 如今又一个没有正义的年头即将故去 尽管安里克兰格尔阿巴拉的父亲 因协助而自转移 莱斯利帕洛的遗体而入运 但被指控的主要凶手仍然在逃 莱斯利帕利西奥被谋杀已经三年了 他的律师阿利亚马尔卡里安 再次呼吁公众提供帮助 协助寻找这位被指控的凶手 阿利亚马尔卡里安表示 他们仍然迫切希望能将凶手绳之以法 为莱斯利讨回公道 三年的等待让人倍感煎熬 但他们从未放弃过追寻真相的决心 这个案件如同一个不断扩大的漩涡 牵动着每个人的神经 它不仅仅是一级普通的谋杀案 更是一个关于信任 背叛和人心阴暗面的警示 莱斯利的故事提醒我们 即使是最亲密的朋友 也可能隐藏着最可怕的秘密 在这个看似平静的表面下 暗流涌动 随时可能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悲剧 三年过去了 正义的天品人在摇摆 莱斯利佩利科的生命虽然戛然而止 但他的故事 却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